大家好,我是尋尼好 今天繼續玩我們的三天英雄 那這次我們三天英雄在2020年底的時候 總算也是大改版 那這次大改版就是我們的 紅匠升金雪戰魔塔 那這次金匠還是沒有開啦 就是我們的呂布那些 但是他這次有開放了一些紅匠可以升金 然後還有可以轉換國家的系統 那來看一下他的改版內容 那這次改版的話 就是第一個我們的紅匠升金 就是我們的紅匠的話 你可以把它升成那個金匠 那只是會需要收集一些東西 那開啟條件的話就是主角要75級上 然後武將要6星 之後才可以開始升金 那每個 我 欸 每個國家的紅匠 值得升金的話 可能就是那幾隻 所以 如果 就是資質如果比較不 那個 不好或是不夠的話 其實也就 也就不用升了 沒有沒有沒有 哈 大家好,我尋尼 今天繼續玩我們的三天英雄 那這次在我們2020最後年底的時候 我們三天英雄總算是有個大改版 那就是紅匠升金 雪戰魔塔 那這次雖然說沒有開放金匠啦 就是像每個國家的像呂布啊 或是那個 趙宇那些 但是他開放了紅匠升金 那等一下來看一下我們這次改版內容 其實改的還蠻多的 那第一個我們紅匠升金 就是開放 開放等級在75級 你的武將在6星以上就可以開始升金 那升金就是把你的紅匠升成 金匠 那等於有資質15跟16的話 那都會需要不同的金塊 那等於拿金塊啊 升金碎片然後拿去升金 那這部分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一下 路板 路板會有一些推薦的一些 值得升金的武將 那 有一些如果不值得的話 其實就不要升了 要不然其實也蠻浪費資源的這樣子 那紅匠升金之後 他的屬性啊那些都會加強 那升金之後的那個圖鑑也可以變成那個金色品質這樣子 然後提升圖鑑值 那 像 如果是那個 我 群果的話 那之前看好像是 滑桃還蠻是 滑桃可以用蠻久的 那 蠻值得升金 其他的好像就比較少人推薦的這樣子 好 那第二個是那個 雪戰魔塔 就是75級以上 魔魂塔開了300層之後 那就會開啟這個雪戰魔塔 就是戰鬥的時候 近戰武將可以放在中路敵檔 然後遠端可以兩側攻擊敵人 那可能是 會有一些不同的玩法吧 這個要等到那個300層的時候才開放 現在好像才打200多層吧 還沒開放 那 再來這個 全軍突襟 就是 打那個雪戰魔塔的 那個 就跟推那個魔塔一樣啦 其實應該都是差不多的 然後也是拿一些資源 那最主要是下面這個 開放紅將轉換 就是我們 如果你的國家 比如說 玩久了 那 它這邊有開放 那個 你可以直接 把你的 國家 直接轉換成別的國家來玩 那等級在80級以上 然後你可以花費元寶 或是國家轉換令可以進行轉換 那轉換的過程 它就譬如說 某些角色只能對應某些角色的轉換 譬如說曹操只能 轉換成這三隻 那譬如說 華陀或是誰 你就只能轉換某幾隻特定 下午蹲啊 或那些 那 互換的這些星數 這些的話 應該是查得到 那 一個國家 一週的話 只能轉換兩次 好 就是 你可能國家玩膩了 或是覺得這個國家比較強 你想要重玩又覺得 不太可能 那 所以就是 它 幫你用國家轉換的方式 只是你要消耗你的元寶 跟國家轉換令 這些 OK 那 其他這些就是 其他的優化改版 然後 跨服好友啊 這些 好 這些都不是重點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的主畫面 那主畫面這次弄成 冬天 白雪飄飄的方式還蠻好看的 那 等一下 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專武系統 還有我們的神經系統 那我們的專武系統的話 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角色 角色只要升到六星之後 都可以開啟我們的專武系統 就像 比如說 你的角色五星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六星的那個圖示 那個專武的圖示 那專武圖示的話 六星才能開啟 啟動 所以它等於目前還是灰色的 那如果你已經是六星角色的話 它這邊專武系統就已經亮起來 你就把它點啟動 然後它專武系統其實就是把你 它的一些 角色技能 再 額外再增加一些效果 讓它變得更強 比如說 戰機 它觸發的時候 可以再獲得額外30%的減傷效果 那二星之後會解鎖這樣子 那還有增加一些屬性 然後鍛造的一些那個天賦的一些開放的一些素質 那升星的話 就是把你的那個 你的專武如果你有再拿到同樣一個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它拿去升星 那取得方式目前可能還沒開放 所以目前還沒有固定的可以取得專武的方式 都是一些 任務啊 或是一些那個活動 它才會送 那目前還沒有可以取得那個專武的方式 那可能要等到之後開放了 那像成功 我的成功 我們的成功這邊有個一星 就是 有拿到那個 活動的時候有拿到一樣成功演徹起 那我們剛剛就去升星 就升成一星那樣子 OK 那鍛造 鍛造真的不要容易了 這個平常 比如說你活動啊 或者是 平常打的任務或幹嘛 它會送你一些攻擊 那種鍛造石 那攻擊鍛造石就是 加物攻加法攻 那防禦就不用講了 加物防... 呃...法防 生命就加生命 那等於說讓你的這個專武 它可以去做鍛造強化的功能 那比如說 攻擊按一下 然後它就加攻擊 然後防禦按一下它就加防禦這樣子 那等於說收集這些石頭 然後讓你的那個專武的能力值變強 等於是也是升... 加強角色的能力啦 OK 就是我們專武系統 那...來看一下我們生金系統好了 這邊這邊 右邊這邊 之前改版還沒有 現在改版出來了 生金系統 那生金系統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生金 那...生金 資質的話會變石器 就是品質會變金色 然後天...天賦這邊就有開啟一堆 這邊就有開啟一堆 那如果你生金的話 這邊就可以開啟了 然後技能 喔...它的技能還會變成新的技能 測定乾坤 欸...未開啟 新效果 然後...飛弓 可以把人家擊飛 擊飛之後還可以回復 喔...真的變強耶 金匠的話真的是... 真的是變比較強 然後...金... 呃... 喔...羈絆係數增加啦 原本之前30加4% 它把所有的羈絆的那個... 增加的%數全部增強了 OK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 生金系統 那...其他...這個要開啟... 喔...它是要拿那個啦 這個金魂 15隻質的金魂 然後再加那個...生金碎片 生金碎片正好是平常的那個嘛 平常的那個碎片嘛 還在一下它送 然後可以生...生星這樣子 呃...星輪全部啟動之後才可以生成精品 哇靠... 那等於你全部... 12345678... 哇靠...這麼多 哇...等於說你... 金魂那些要收集不少耶 那是...升級金匠真的不容易 然後... 星輪開啟...比如說開啟兩個的時候 它這邊會有那個... 對應的那個效果 喔... 所以它這個... 2580... 就是你的那個... 開啟兩個的時候開啟太極 然後... 啊不...開啟兩個的時候 開啟側近乾坤... 飛弓這些... 然後全部弄完之後 你才來生金匠這樣子 然後知識就變17了 好...OK 這是我們的那個... 生金系統 還算不錯... 只是... 可能要玩很久你才... 才有辦法生金吧 那... 轉換武將在哪裡 我比較好奇的是轉換武將在哪裡 他有沒有寫啊 可能要在陣容 誰敢傷我的兄弟 先問我手上的箭搭不搭 呃...好像沒有耶 欸? 這是那個... 其他... 好像沒看到耶 這是小喬為主公精心準備的禮包喔 快來選 喔這邊啦 國家轉換啦 靠腰 喔這邊是... 國家轉換 那看一下他的介紹好了 就是... 兩個... 國家的紅將 可以互相轉換 那轉換的內容包括 星數啊等級啊 這些圖鑑值啊 升級啊 反正你的那個... 所有升級的東西 都可以複製到你新的角色上面 然後武將碎片啊 這些都可以升級過去 然後相同的羈絆 然後也可以體驗到最高 就是... 完全簡化你要... 還要再重新這邊 按...按半天的那個... 方...那個方式 然後... 其他的那些都可以 那... 轉換過去之後 每週一的六點 重置的次數 然後位屬這些紅將對應的效果 郭家 江維 太子石 貂蟬 就等於我貂蟬如果要... 假設我群國玩膩了 我想要換那個... 衛國 我貂蟬就只能換郭家 那如果我是... 那個... 蜀國的話 我就只能換姜維這樣子 哇 他這樣很傷耶 貂蟬我星數其實不高耶 他是... 智子十六換智子十六的 然後智子十五換智子十五的 然後比如說 孝敦關於呂蒙滑陀 所以說我滑陀現在三星 換成孝敦就只能到三星這樣子 然後... 這就是他的對應表啦 然後... 哇... 這樣子其實... 張角換黃月英 余奇換張飛 喔 這樣不合耶 嘖 這樣很不好... 這樣很難換耶 成功換蔡文基 馬良小 好 這邊就是他的那個... 玩法 那比如說國家 我就換... 特色群國 參與國家兩個玩的紅將... 百分之百無損交換 只要無損交換 然後每週可以換兩次這樣子 那假設我想換... 衛國 就直接這樣 然後花一千五的那個... 元寶 就直接換過去 那... 換的群懶他會... 欸他還可以看啊 我群國現在是這個... 成功性是這樣嗎 然後衛國 余奇換成許楚 一星換一星 然後張角五星換真姬 才變三星 喔他是換... 直接換過去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就是他可以... 你也不用看那個錶了啦 他直接幫你... 他直接幫你... 給你看 華佗換夏侯敦嘛 然後這些都是衛招墓 他就可以直接換過去這樣子 然後裝武系統的話 其實還蠻多沒開啟 物品... 喔他連召喚令都換過去了 然後其他進度... 試驗之地什麼話歌全部換過去 然後... 排平...喔... 哇他這樣很亂耶 他這樣子不會亂掉 OK 那... 之後... 成... 群國... 之後群國再玩一玩看看吧 那如果... 覺得... 我發現那個... 吳國... 吳國真的很強 其實看我們的那個... 國家榜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吳國第一名戰力三千多萬 其他國家... 蜀國更慘 哇我覺得... 群國把你很爛耶 蜀國還更爛 還一千零九十八萬 然後... 魏國是排名第二名 所以... 這時候再來看看 如果覺得... 群國如果玩膩的話 下次我們就來那個... 轉換一下這樣 好 這次該擺內容大概是這樣 那... 其他的話... 那... 目前剛升到五百萬戰力啦 那打... 嘖 目前沒... 沒開什麼新的東西 所以也沒什麼好打 這完就最後去打一下軍團戰好了 這次軍團戰是絕對輸了 我第二次打的時候... 還是輸 那個... 有個... 有個傢伙八十五級 完全推不過去 然後... 這一次... 我們的... 對手真的是太強勁 這個對手... 光復香港 比之前的... 還強勁 全部都是八十幾級的 那個... 一個都推不過去 嘖 這真的太離譜了 上次是一個八十五級的 就打... 就打趴我們全部了 然後這次是... 一狗票的人 好吧... 試試看吧 應該... 應該是... 應該是推不贏的 要不然下次我就換成五國來試試看 嘖 但是五國可能還是要... 那個... 要課長們比較強 他那個大橋的那個... 控制技能真的是很強 我覺得比貂蠢還強 奇怪到一開始誰說貂蠢的控制技能很強 我覺得那個... 大橋的那個... 把人吹起來那招才... 才比較強 唉唷 試試看 應該是怕命啊 哇... 一開始就... 哇...不行 來! 加鑽武漢會不會比較強 唉唷 黃鑽其實很痛 天啊 不行 對方完全不掉血 好啦...沒搞好啦 正名 對方實在太強大了 那個...打不贏 六百多萬 上次那個也是六百多萬 哇操 我四百多萬的時候打六百多萬 好啦 雖然還是打不贏 OK 那...這次就是有... 國藥轉換在這裡 那...武將生金的話 就是在... 在角色的這裡 那... 驚魂的話 就是不知道怎麼拿 到時候再看看那個驚魂是要怎麼拿 他這個到時候是開放活動拿 還是... 平常推圖的時候就可以拿到 然後還有這個生金碎片 生金碎片 這個應該就是一般的那個啦 一般的那個碎片 OK 大概是這樣啦 呃...還不錯 他... 做了一些系統其實還蠻適合 比如說... 玩個國家玩膩的玩家 或者是繼續往... 想要繼續往上升 還是會有一些動力這樣 好 大概是這樣 那... 既然朋友在這邊結束 喜歡的話都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喧牢 感謝收看 下次有緣再見